大家好,我是王狗 是一個喜歡經驅、運動還有大自然的普通大學生 我的另外一個身份是穿梭在都市尋找鬼怪傳奇的好奇少年 很多人問我怕不怕鬼 我覺得當你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他們也是人 跟我們一樣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某個角落 譜寫著自己有些有肉的生命故事 只是因為某種原因被我們早畫上了據點 卻被再次的我們強加上一個幻想中的住景 我這個系列就是要帶各位探索 這社會中多數人不願意觸碰的陰暗面 與挖掘被人們選擇性遺忘的真相 我是你們今天的導遊王狗 能從我的角度帶你們看看這些事件 是我的榮幸 走吧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的是 位於台北市清華地段旁邊的一棟大樓 這棟大樓的房價是周遭同等房型價格的一半 因為這邊發生過火災 後來改建又招人縱火 奪走了很多無辜的性命 之後又陸續發生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 所以這邊的靈異傳聞也就開始不進而走 基本上隨便問一個在地人 都知道這棟凶宅的響亮名號 而其中有一個事件最令我印象深刻 就是33年前一場上帝開的玩笑 燒肉粽事件 一位虎女因為感情失憶 從這棟大樓的13樓一躍而下 本來以為可以就此結束性命 卻意外的壓死一名賣燒肉粽的小販 諷刺的是這位女子幸運的存活了下來 但是十年之後還是在另外一個住處自殺了 上帝不就是對雙方都開了一場很大的玩笑嗎 從這個事件之後不時的就會有住戶說 在樓下聽到小販的叫賣聲 甚至是在窗頭看見有黑影下墜 怨死鬼的靈魂 自殺的人怨念最深 很多的人都給這棟大樓還有這個事件下了這樣的覆解 但是聽清這些靈異傳聞之前 我想請大家思考一下 這兩位過世的人生前是不是也跟你我一樣 對生命有著熱忱 一樣有著情緒喜怒哀樂 甚至是願意為家人或者是陌生人付出的那一份善良 又或者他們的父母家人妻子 會不會因為看到他們過世的這些新聞 而跟你我的家人一樣傷心欲絕 哭得失心裂肺呢 我想請你們看一下這篇新聞 有名在路上叫賣燒肉粽的小販 突然被名從天而降的女子 就不偏不已的壓死了 因為我孩子都還小 公公婆婆身體都不好 我婆婆要得到糖尿病 所以我不能在外面工作 我都幫我先生在家裡做教護室 帶煮小孩煮了生產分 沒想到我先生今天發生這個真不見的傷癒 使我心裡感到好吐好苦 讓人意外的是寬闊的黃家仁 在了解阿美也受了重傷 男友還躲避她 以及想不開尋斷的背後故事後 選擇原諒她 她說她還要住三個月的醫院 我也知道她家裡情況 所以我能了解她 黃家仁的真心原諒化作實際行動 一家老小帶著奶粉 還來醫院探望阿美 各位可以看到大家口中的鬼 曾經是一整個家的蜘蛛 她的過世對一個無辜的家庭 造成多大的傷害 當我們對她的死恐懼不已的時候 卻有著跟我們一樣的人 在地球的某一個角落 緊緊的思念著她 她也曾經是某孩子的爸 某個女人的最愛 我們再往後看那位跳舞的女子 看似恐怖的事件背後 其實有著一根煙的故事 這位女子有著非常愛她的男友 兩人準備步入婚姻的階段 但是在婚姻的當天 這位女子在頂樓抽煙 被男方的家人看到 兩邊人馬因為一根煙而產生了一些爭執 男子的家人奮而取消了婚約 最後女子因為這件事 想不開 所以選擇跳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想請各位想一下 如果你是這個男子的家人 你還會選擇這樣子對那位女子嗎 如果你是那位女子 你知道往下跳樓的話 會毀掉另外一個家庭 你還會奮而不顧的往下跳嗎 所以回到最一開始的問題 你問我怕不怕鬼 是的 我其實很怕 但是因為我理解 所以就變得不怕了 女子最後選擇跳樓 也是我在影片中 常常跟各位提到的 寂寞愛樂是每一個人 都一定會有的情緒 當一個人如果只有快樂的話 那他永遠不會知道 什麼叫做快樂 相反的 你會悲傷 其實也代表了 你曾經永遠有過快樂 每一種情緒 我們都應該去享受 每一個誤解 我們都應該去了解 網購旅行團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